欢迎回到我们的每周360 这个礼拜因为 Angus 生病啊 所以又是我来代办 那么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呈现一下 上个星期车坛发生的大小事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啊 那么第一车新闻就是 Proton 官方爆料 这个升级版的 Proton H70 即将发布 虽然我们其实已经看过这款车了 然后官方让我们签署了保密协议 可是 Proton 自己官方的文稿呢 在里面透露了这款新车的详情 那么他们也表示这个新款的 Proton H70 会在最近发布啦 也就讲7月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 首先呢根据之前网上曝光的资料呢 这款新车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外观设计 这个新的外观设计让车子会变得更摩登一点 如果讲以前的这个 H70 是一个成熟大叔 那么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比较 fashion 的韩系大叔啦 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 那么摄影域的细节部分呢 因为保密协议的关系我们不能跟大家分享太多 只可以告诉各位一些已经发布的细节 就包括呢这款车会采用这个 1.5 公升的三缸 涡轮增压引擎啦 但是原厂会针对这些细节进行调整等等等等 那么根据之前 Proton 的高层爆料呢 这款车也会是第一款正式搭载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 Proton 新车啦 那么在这个 Tigo 7 Pro 发布之后呢 其实 Proton H70 的压力是不小的 那么原厂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布新车呢 很明显的就是要做一个回击 那么在荧幕前的各位呢 会不会期待这个新款的 Proton H70 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这款车我非常的看好 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 其实我们已经拍摄了相关的影片 只要等到这一个保密协议一结束呢 我们就会上传这个影片啊 所以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不要错过第一手的新鲜影片 第二则新闻就是 GWM 的 Tank 300 正式在马来西亚上市 售价是 25 万马币 你听到这个价格可能你会觉得很贵 但是呢 根据官方的数据呢 这款车在马来西亚订单已经突破了 500 张 如果讲一个中国品牌 然后车子还要卖 25 万马币的话哦 我跟你讲这个订单是真的蛮恐怖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辆车的细节 首先呢 坦克是 GWM 旗下的一个豪华的高端越野品牌 那么它是真的可以越野的 首先这辆车采用了这个非存载式车身 也就是 Leather Frame 的设计 确保了在越野的时候呢 可以保持这个车身骨架的强度 然后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这辆车配备了越野的三巴索 也就是差速器啦 所以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来锁定这个车轮 给你一个更好的拖困跟越野能力啦 那么至于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配备的是 2.0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 217 HP 峰值扭率表现 380 Nm 匹配的是巴速的自排变速箱 如果以规格来讲的话 这款车确实还蛮豪华一下啦 而且我自己在中国开过这台车 我觉得这台车也还蛮不错的 那么这款车除了这些功能之外呢 常见的像是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还有 Android Auto Apple Carpet 都可以在这台车上面看到 老实话 GWM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那么久了之后 其实除了一开始的 Aura Great Cat 之外呢 其他的车款反强都拼拼 而这个坦克 300 发布之后呢 有这样子的市场表现呢 我觉得还是蛮开心一下 因为讲真的啦 马来西亚的新车越多呢 对于消费来讲都是越有利的事情 那么在荧幕前的各位呢 对这个坦克 300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第三则新闻就是 Lexus LBS 在日本还有欧洲大卖 只用了5个月就完成全年的销售目标 Lexus LBS 很多人算它 就是这个比较高级一点点的 Toyota 而已啦 但是其实这款车原厂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从它的外观设计到内装设计再到它的引擎都有进行升级 首先它的外观设计采用全新的 Lexus 家族设计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时尚摩登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内装设计 同样的也采用了新的设计风格 我很喜欢它中间的超大触屏主机 但是呢原厂就保留了这个实体按键 所以操控起来完全没有难度 而且呢据说这款车做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这一款车也主打这个城市驾驶 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在日本和欧洲那么受欢迎的原因 除此之外呢它是采用了1.5公升的三缸引擎 搭配电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最大马力表现是132hp 然后它的0-100加速是9.2秒左右 这个成绩说真的就是中规中介并没有很出色 但是其实LBS 主打的就是这个低排放跟低油耗 而且它采用的这个三缸引擎呢 原厂还特地加入了这个平衡轴的设计来减少它的抖动 来体现它的这个豪华定位 那么呢根据这个日本媒体的消息呢 这款车原定在欧洲今年是会卖出22,000辆 可是单单在今年的头5个月呢 它的订单就已经超过了22,000辆 这个成绩远超原厂的一期 所以现在这个车子有点供不应求的状态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据悉呢这款车目前已经到港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 而且它在马来西亚的价格呢 会惊掉大家的下巴 那么以目前的各位可以猜一下的 LBS 在马来西亚价格会卖多少钱 第四则新闻就是Mazda 的 CS60 将会在今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预计呢这款车未来会CKD 其实呢根据爆料指出呢 目前这个马来西亚版本的 CS60 已经到了港口啦 所以发布时间应该会落在今年的下半年 其实现在已经是7 月中了啦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快会看到这款车 那么这款车特别的点在哪里 首先呢它是第一款 Mazda 采用全新大型后轮驱动平台打造的 SUV 所以它的定位是比较高端一点点的 另外呢这辆车也有很多引擎配置 包括了这个2.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2.5 公升的插电式混合动引擎 3.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以及3.3 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它匹配的是全新开发的 8速自排变速箱 这款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采用这个后轮驱动平台 所以它的指定对手呢就是像是 Mercedes GLC或者是 BMW X3 等等 然后这款车呢在不少的国家呢都获得很好的成绩 包括了日本包括了欧洲包括了澳洲 它的成绩都远超远长的一期 而且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它在澳洲市场呢它的销售成绩比起这个GLC更高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应该是不错的 就是因为它前期会采用CVU的关系 所以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就不知道会卖到钱 其实之前Bermas Auto 的高层有表示呢 他们会尽力让这个车的入门版本压在20万马币里面 不过我相信如果真的是20万马币里面 大概率呢会是这个2.5 公升自然进行的引擎 那么荧幕前的各位呢猜测一下 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会卖多少钱 其实我是真的很期待CS60的到来啦 最后一则消息就是Cherry 将在马来西亚 推出一款入门级的SUV 这款车就是Tigol 4 Pro 或者是Tigol 5X 其实这款车呢在中国是一款非常非常小心的SUV啦 它的主要定位其实是跟这个Yaris Cross 或者是这个Mitsubishi X-Fox 比较接近 它虽然叫做B-Segment 但是实际上它跟HRV 或者跟其他同类型的B-Segment SUV相比呢 它还是小了一点点 但是这辆车的配备不差 首先呢这款车GC会采用1.5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也就是跟Omoda 5 一样的动力配置 最大马力表现是147HP 峰值率率表现230Nm 匹配CVT的变速箱 另外呢它也会保留部分的ATAS功能 不过据说它是没有SEC啦 像是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啦 前方撞击一惊啊车道维持系统 你还是可以在这台车上面看到 另外它也会标配6气囊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对于一个入门车来讲 这个配备是不错的 而根据消息指出呢 这个TGOS 4X 在马来西亚的售价应该会低于10万马币 也就是讲这款车会有一个很有很有竞争力的价钱 只是问题在于呢 我们暂时还不懂它来到马来西亚的旧款还是新款 因为其实它在中国即将推出个新版本 而这款车的发布时间会在2025年 所以我相信新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这样在荧幕前呢 各位觉得这个TGOS 4X 在马来西亚会不会改名成的TGOS 3AX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360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